无奈,中国足球队今夜参加国际大赛,足鞋却不让穿过最好战袍,今夜中国足球一洗一杯,杯的是国足成年队在热身赛中仅仅一笔零赢下世界排名135位的缅甸队,而且裹脚上场偷藏项链,挑战国际足联权威去炫富,而年期2000美元的缅甸队即便输球却赢得了球迷尊重,洗的则是,在吐伦杯中, 中国国足U21队1比2,不敌去年U20世青赛冠军英格兰队,与世界冠军近一球距离,总的来说,中国足球成年队,因为薪酬好待遇高,这限制了他们在球场上的冲击力,因此被缅甸队主帅赛后按整国足太差劲,称对缅甸队的表现十分满意,而在年轻队伍国字号U21队伍中, 孙继海接力U19队的程耀东,他也帮中国小球员展示出了国足应该有的拼搏精神,虽然他们一道二遗憾地输掉了比赛,但是孙继海领导的这支国字号队伍虽败有荣,为中国足球争了一口气, 不过比赛中却出现了争议的一幕,中国足球队参加国际大赛,却穿的不是国足队符,有一位球迷质疑道,这是土伦杯,国足U21的队符,竟然不是国家队队符,也没有足鞋挥镖,某某九十玉式的足鞋,其实就是一个九肉芽芽芽,这么业余的错误,看来中国足球没希望了, 不过根据足球报的解释,为备战土伦杯和我要上奥越两项赛事,孙继海指教的U21男足选拔队出征土伦杯穿的不是正式的国家队的球衣,意思是,足鞋规定国庆队由孙继海的U21和其他三支俱乐部梯队,进行比赛的胜者班底组建,所以目前参加土伦杯的这支队伍按照足鞋规定不能穿国家队, 很无奈因为他们没资格,虽然道理球迷能理解,但是国足小伙子们既然代表中国队参赛了,为何就不能身披国最好战袍,不知道的外国球迷还以为中国足球已经强大到看不起世界冠军,只拍出个企业球队就能摆平呢? 足鞋的规定造成了今夜的又一个争议,而球迷的争议和不满也是对足鞋的相关规定不理解,看来中国足球永远不缺话题,而国字号队伍的主教练李皮、孙继海等人每天面临的压力有多大也可想而知。 感谢观看